那一年 一个法型另类 在森林中打猎的天真少年 遭遇了一个天才科学家少女 从此开启了一段奇妙的旅程 他们认识了很多伙伴 打败了很多敌人 无数次拯救过地球 一个奇幻归例 让人热血喷张的世界从此开启 这就是日本动漫的顶峰 龙珠的故事 少年长大成人 在弗利萨的最后决战中 克林的死 让悟空成功变身为超级塞亚人 然后干掉了弗利萨 但是事情到这里 还远远没有结束 这个长相酷似弗利萨的人 是古拉 同时他也是弗利萨的哥哥 弟弟死在了塞亚人的手里 这口气实在是咽不下去 带着个弟弟抱手的想法 古拉一行人开始了复仇计划 而他们的目标 就是远在地球的悟空 故事开始 悟饭一行人站在野餐 几道黑影突然闪过 克林被一击阿泰铁手打中 悟饭则被人抓住了尾巴 瞬间就没了战斗力 来者正是古拉的几个手下 听到动静的悟空赶紧跑了过来 本质有问必答的原则 三人开始自爆家门 四人在空中开始了战斗 作为塞亚人的最强战力 对付这几个杂兵 对于悟空来说 简直不要太轻松 三人的攻击都被悟空轻松挡下 悟空一个爆气 直接就把三人弹开 然后顺势接上气功波 气功波被轻松格挡 悟空也被绿皮怪紧紧抱住 好在阿龟及时捕上了一脚 将同伴拽翻 悟空得以逃脱 为首的沙维扎再次高气偷袭 他向着悟空发出光线 拿下悟空眼急手快 挡住光线的同时 还把光线反抬了回去 眼看手下半是不利 古拉终于登场了 悟空一看 还以为是弗力萨复活了 但是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 眼邪的家伙并不是弗力萨 就在两拨人对峙之时 孙悟范突然找了上来 本质只要是塞亚人 就一个都不留的原则 古拉对着悟范放出激光眼 悟空一个顺身 为儿子挡下这一击 但是随即就掉到了河里 一旁的古拉伸之补刀的重要性 对着河里就是一发光线 看着湍急的河水 手下纷纷表示 父子俩肯定没救了 但是古拉伸之 能打败弗力萨的存在 绝对不会这么轻易苟待 他赶紧吩咐手下去找 另一边 重伤的悟空被悟范安置在雷树山洞中 突然大地一阵晃动 原来是古拉战队的三人 为了找到父子俩 对周围的森林展开了无差别轰炸 在王子战法的连续攻击下 森林瞬间消失 看着光嘟嘟的一片 古拉战队表示 但凡是个活物 都逃不过刚才的攻击 但是古拉却不以为然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虽然毁灭地球对他来说一如反掌 但是为了维护家族的尊严 他一定要守认 这个杀死弟弟的赛亚人 转眼时间到了晚上 克林等人出来寻找悟空 在快速龙的引导下 克林在一堆石头下面 发现了父子俩 当悟之急 是让悟空赶紧恢复身体 克林表示 让悟饭去卡林塔寻找仙斗 自己则留在这里照顾悟空 为了不让自己的气息被发现 悟饭骑上了快速龙 经过一夜的飞行 他终于来到了卡林塔的顶端 但是猫仙人 却以悟饭是从中间开始爬威游 不想把仙斗给他 一旁的亚齐罗被忍不了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要管这些 说完就直接扔给了悟饭一袋仙斗 顺便还把猫仙人嘴边的一颗仙斗 也给了悟饭 两人还在咒嘴之时 拿到仙斗的悟饭 骑上快速龙准备返回 打响经过一夜的飞行 快速龙早已体力不支 悟饭灵机一动 拿出一颗仙斗 喂给了快速龙 快速龙一扫颓势 速度直冲250万 但是由于气息的大幅提高 另一边的古拉战队 立马发现了不对劲 他们找上了悟饭 沙维扎一发手指光线 直接将快速龙打罗 悟饭也被三人像皮球一样 踢来踢去 就在绿皮怪 想要捏爆乌饭的脑袋时 乌饭的轻叠比克 终于来救场了 比克和绿皮怪 在空中开始了战斗 说好的单挑 转眼变成了群殴 比克射出追尾弹 绿皮怪自不量力 想要徒手去接 结果可想而知 绿皮怪率先被KO 阿规见识不妙 放出电流控住比克 但是众所周知 比克的身体是橡胶做的 根本就不怕电 在洋装吃鳖后 比克一记摸头沙 直接把电流还给了阿规 阿规也惨遭KO 剩下的沙维扎 自然也不是比克的对手 招牌的手刀攻击 却被比克空手接住 两人打得难分难解之时 一道光束贯穿了比克的身体 原来是古拉赶来救场了 另一面的乌饭 终于带着仙豆赶了回去 正想把仙豆递给悟空时 一道光束袭来 直接把仙豆烧了个金光 原来是沙维扎找到了这里 好不容易拿来的仙豆被毁 克林再也忍不了了 他立马和沙维扎打作一团 但是克林的实力 比上沙维扎还是杀了一大截 没几下就被击落 就在这时 悟饭想起了吃贤雅齐罗贝 给他的那颗仙豆 他将妖间的仙豆取出 喂给了悟空 随即出门挑战沙维扎 所谓山中五老虎 猴子成大王 沙维扎此时的表现 宛如一个终极boss 此时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重伤的悟空 正当他迈着六星不认的步伐 向着洞口迈进时 眼前的探测器 突然检测出某股神秘的力量 并且这股力量 还在齐聚上身 探测器都给直接升保了 不用想就知道 是悟空来了 看着步步逼近的悟空 沙维扎晃了 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这时 古拉的声音突然响起 悟空抬头望去 古拉提着重伤的比克 来到了这里 看着早已没了人形的比克 悟空愤怒了 好友因为自己而受到波及 眼前这个家伙 绝对无法饶恕 沙维扎趁机一拳袭来 悟空根本不挡 直接一个宝器就把他弹飞 然后一个加速冲向古拉 一拳打在了古拉脸上 紧接着 就是一顿泄愤式的痛便 连续的灵力孤士之下 古拉被一脚率飞 但是作为弗里萨的哥哥 古拉的势力 肯定不会这么弱 在看穿了悟空的招式后 古拉直接挡下了悟空迎面的一拳 战场从空中来到了水里 古拉的恐怖之处 也在此时显现 那对悟空的一连串攻击 古拉毫不费力轻松躲开 天脸的一发光球 把悟空打飞了出去 但是众所周知 赛亚人是越战越勇的民族 在熟悉了对方的套路后 悟空再次发起攻击 古拉躲闪不及 被悟空抓住尾巴 直接扔出了水面 古拉此时告诉悟空 自己比弗里萨还要多一次变身 而悟空则是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 能见到这个形态的人 意思就是今天我俩 只有一个人能活 话说这个古拉也是个待遇严家了 战斗战在那开始 就已经知道了自己会积极 这边的古拉还在变身 悟空也是身安变身 不能打断的原则 眼睁睁在一旁看着 终于 在一阵便秘式的嘶吼之后 古拉终于计划成了最终形态 口罩一戴谁也不爱 古拉朝着悟空发起攻击 悟空一个顺身跳到空中 拿下古拉从身后出现 一脚就把悟空踢到了石头里 常态悟空 根本就地掉不住 终极古拉的进攻 各方面能力都被直接碾压 在艾伦一顿痛扁之后 悟空终于爆一 超级赛亚人 真的要来了吗 悟空再次爆气 熟悉的前摇出现 这次是超纳号的规派气功 拿下古拉不按朝里出牌 直接穿过光线 打断了悟空的施法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悟空根本就没有还手的机会 连续地识别之后 悟空的体力早已透支 渐渐放弃了抵抗 而古拉此时 也已经对他失去了兴趣 超级赛亚人的故事 果然只存在一传说中 我古拉才是全宇宙最强的战士 古拉轻轻挥手 大地开始猛烈晃动 比克重伤的一幕 在悟空脑海中浮现 为了家人和朋友 还有我深爱的地球 我现在还不能倒下 悟空一声大吼 世界突然安静了 冰死的小鸟被救活 古拉的眼前 出现了一个全身闪着金光的战士 没错 正是超级赛亚人 古拉大喊一声 准备一招毁灭地球 拿下悟空一个瞬移 抓住了他的手 古拉正做束缚 回身就是一拳 却被悟空的腹肌格挡 这假使 明显就是打不过了 古拉还不死心 朝着悟空放出气功波 悟空原地不动 直接无视 烟雾散去 悟空猛一抬头 一个巨大的能量球 已经在上空汇集 这是古拉的必杀技 超新星 他准备将地球和悟空 一起毁灭掉 面对迎面而来的光球 悟空再次一个暴戏 但是这招的威力 实在是有点大 悟空被慢慢推进土里 另一边的古拉 则是放生大笑 地球终于要完蛋了 然而就在下一秒 陷入地面的能量球 却被慢慢推了出来 悟空使出势奶的劲 将能量球硬生生推了回去 古拉低头一看 但是为时一晚 巨大的能量球 已经到了自己眼前 古拉伸手续接 却被直接推出了外太空 能量球画出一道诡异的弧线 直接把古拉带到了太阳里 在生命的最后干头 古拉想起了贝基塔行星 被毁灭的那天 事情圆满结束 悟空也因为体力不支 再度倒地 沙维扎却在此时出现 原来他并没有死 就在众人一手莫战之际 一击魔怪光沙炮 直接贯穿了沙维扎 最强解了王比克 救下了悟空等人 果然关键时刻 还得看我比克打魔王 本集的故事 也在这里告一段落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了 我是阿泽 我们下期再见